台北市政府提供就读北市国校的学童 每年一次免费专业视力检查服务 原本小留生服务期限到毕业当年度6月底 也因疫情期间分流延长至年底 检查项目包括散通前艳光、裸室视力、最佳矫正视力 裂系灯检查、散通后艳光等 疫情期间我们知道小朋友都宅在家 虽然停课不停学会在家里面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们会提醒家长也要注意小朋友的用眼习惯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202年到109年我们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一直都有提供小朋友做视力检查的部分 在相关的用眼行为调查当中会发现 近距离的用眼或者是姿势的不正确 还有使用的时间比较长 会造成小朋友近视的情况会比较有关 所以我们这边要提醒家长 小朋友在家里面还是要注意小朋友的用眼习惯 包括用眼的时间 还有坐姿的部分要注意他的距离 跟我们使用桌面的距离要有35公分以上 那使用3C产品的时候也要注意他的时间 30分钟要休息10分钟 那有的时候也要请小朋友停下来看看远处的地方 台北市卫生局也推出视力保健电子绘本 让派瑞带着孩子一起学习护眼 透过有趣的插图及故事 助孩子寻找护眼密码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最为上属的照片 1台北市卫生局 bec名誌 1台北市卫生局